大家在後台都完全不夠順利了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請大家來跟我們分享 好來穿到我們這邊 我們看花店老闆是不是氣質美麗動人 這個小老闆這麼漂亮 有沒有那個動人美麗又有氣質的花店老闆呢 先戴上這個這個很像有花的頭套 你看有沒有那個氣質又更順利貝 然後呢拿上這個賣花的就要穿有花的圍裙 你看這個更漂亮 然後呢這個圍裙呢有兩個小巧思 這邊有兩個口袋 一個口袋裝錢賺大錢有沒有 那我們呢第二個口袋放這個手帕 就是會熱沾到水 或是流汗的時候都可以拿起來擦 我們這個愛乾淨的花店老闆 然後呢我們花店老闆還說他怕熱 所以他夏天一定要穿短褲 那邊賣菜才不會熱 而且這圍裙呢我們要負責花 花又要芬芳新鮮醉 就要噴那個水讓它有點滋潤 所以在噴水的時候戴這個圍裙 還不會沾到自己的衣服 弄髒自己的衣服 我們是愛乾淨的花店老闆 給我們老闆和設計師鼓掌 謝謝 好的接下來是我們糖果店老闆 糖果店老闆非常簡單 我們的帽子不好好的正帶 我們把帶因為帥 接下來我們找的這位小老闆 怎麼樣呢長的帥 為什麼我們會穿這個藍帶條文的衣服呢 因為帥 沒錯 沒有 但是我們的這個圍裙 是有實際上的功能的 我們呢口袋很大 賺大錢 而且我們防髒 風氣噹噹的往身上擺 所以我們臉還是一樣帥 好 好的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收果店 首先我們 主持人